大家好,今天下午3点附近收了很多不同的资讯 关于进环的开价和一个按揭安排 我在Facebook和YouTube出了不同的post 然后有很多网友留言 部分回复的留言我真的猜不到这么有惊喜 你猜不猜到?我们一起看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楼德 发展商进环已经出了价单 大家应该收到 大家怎样看今次的项目? 抽不抽好?怎样抽法? 我们怀着什么心情? 今次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就拿回我自己的Facebook专页 和在YouTube channel community 将留言和大家组织一下 在YouTube那边有些朋友就说 算是便宜的 有些就说贵得很可怕,没什么水位 在Facebook那边 很感谢清清提醒我 他说给高高不知怎样计计的 叫做底 我猜他说CocoHughes 不说起不提起都不记得 如果这句我就挺认同 很多时候大家会用CP值 看个价钱 其实我会看个物业质素 Location 或者景观 几个因素之下去评估 留言也有几个朋友说是划算的 有些就说 比同期差不多 即是大家预期都差不多 另外有位网友提及 比起安风这口价 怎样怎样怎样 咦?又提醒我又有道理 CocoHughes 就说一房比较贵 亦都有网民说买的有病 但是如果对于在浅水湾一带 瘦臣山川的朋友 这些哪是钱来的? 他们住的物业 我也觉得他们有病 但我只知道 病开的通常会继续病下去的 另外Away Lamb就说 应该都不用想的 我认同,整个楼盘的定位绝对不是给一般的初歌上车 另外这位Lunar就说,贵到瘋 所以有人看好,也有人看不好 就好看你站立点在哪里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问过 究竟这个地方和启德是怎样比较 又是必须理解清楚,大家正在问问题用什么标准 首先,讲地段,一定是黄竹坑上盖物业 起码最少高一档 那为何我有这样的看法,和我怎样量度呢? 不用多说,近着海洋公园一带 是低密度的寿神山村 发展项目周围,完全没有公屋 将来的供应,全部都是私楼,没有资在性房屋 至于启德发展,有私楼,也有资在性房屋的供应 所以两者相比,地段即时有分高下 另一样,就是发展项目的规划 在我之前的影片讲过 只要将来你要去的办公地方,近地铁 有盖遮头 在项目住的居民,如果下大雨 亦都不需要带遮,或者任何语句 可以乘搭港铁,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至于启德,大部分的朋友 好天晒,下雨塌才去到地铁站 虽然大家都可以说做地铁站上盖物业 但那种出行经验,两者是完全不同 在启德发展项目的规划里面 绝大部分的私人楼,楼下是没有商店 只有启德广场两旁有小店 其余将来商业大厦里面的商场,或者地下街 全部都会经过露天才去到 今次港岛南岸有六期发展 这六期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 大家会同用一个商场 在当初商场规划,是计算过人流 但业主港铁是拥有整个商场 他不会卖断,亦都不会卖走 他只会想租金越租越贵 所以商场会帮他生金鸡蛋 他只会想越做越好 不是你说生金鸡蛋金鸡蛋 金鸡蛋必须依赖有人消费 而消费要靠两类人 第一类,外来人 你可以去理解黄竹坑周围的劳动人口 由于将来的商场面积都不是小 就像一个hubs放在黄竹坑港铁站旁边 连续了东面的寿城山,深水湾浅水湾一带 而西边的海宜,香港仔,华富村,甚至数码港 刚才提及的所有地方都没有一个大型商场 我强调是一个似样的商场都没有 你比较近就要去到铜锣湾 所以浅水湾、深水湾一带的朋友 想买一些有质素的消费品 鸡车可以免费泊车走一走 这个商场真是非他们莫属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鸡车出去铜锣湾呢? 鸡条隧道而已 大家知道,实际情况,香港仔隧道 在某段时间会失车 如果鸡车出铜锣湾,要短时间回到铜锣湾 然后随时会失车回不来 简单来说,有出没入 某些情况会将消费生意额带回到商场里面 而第二代的消费群组 可以带回租户的消费收益 就主要靠居民了 大家看到今天开架 整体上整个发展项目 买得起的人 绝对不是初次提升的上车一族 这班业主一定是换楼客 或者是高端收入的人士 那么消费力方面 一定不需要担心 至于将来的租客 收入一定不会少 最后我当然是看入场门栏 买得起的人 除于高收入之外 生意人都不少 所以高入场门栏有个好处 是社会会认定住在这里 有身份的象征 越有身份象征,就越想进去住 因为想告诉人 我都属于这个群组 一向我自己定义 港岛南河 根本就是整个中环的后花园 你说中环人喜欢不喜欢? 当然喜欢 上班这么快这么方便 遇上塞车 一至五便搭地铁 星期六日都不多塞 不如就开车吧 车位比例这么少 不如想想哪里找车位更好 至于商场 通常我估计的级数 去到太古城 或者有一成这一类 而长远会不会升级 去到time square 这一种呢? 就要再看时间 另外我们说回开价了 一向上楼德都不讲价钱 今次都不例外 我会想我的付出 可以换来什么价值的物业 早上星期 有一个西环物业 差不多这个价钱 我想不到原因 为什么我要买 但是今次 就算我想买 都未必买得到 因为需要大抽奖 我知道很多朋友 先是体积 又要考虑楼层 又要考虑吵不吵 又要考虑发展商 又说哪个好些 哪个不好 又要计计自己的供款能力 哪些单位可以买到 一房好 两房好 三房好 又看那个麻鬼烦 上楼德那些片 怎样选楼 又说那些什么伏位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看那么多 你以为真的放在这里 给你选择吗 你从今次发展商 想用的抽奖方法 你可以看到 你看看 A1组别 大户 最少买三间 最多买四间 这些必须是 有人头 有现金 有信誉 或者一些换楼客 但是人数不会太多 而A2组群 应该都不少人 去买一间三房 或者买两间 而最多不可以超过三间 我相信 没有油买到三间 那么多 但是我有我猜 人家有人买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是 我只是想买一间 所以B组 应该是最多人想抽 最多人想买的 今次 一客人可以入两票 不用猜 我很肯定是 很多超額认购 如果两夫妻想买一个单位 简单来说 每人会入两张票 即是说 这个Family 会有四张票 等同有四次机会 好了 我们来看看 可加不能减机制 重点焦点 要放在第二点 如需即长加名 必须为近亲 实际上如何操作呢 假设你一个单身人士 从来都没买过楼 你一个人只可入两张票 只有两个丑 每人最想我抽到前丑 那怎样增加丑的数量呢 最好找一些 没买过楼的 即近亲 只要他们如果抽的丑 前过你 那他们可以先选楼 记住 你自己是想买楼 他们目的 是帮你陪跑 拿个丑 一刻那么好彩 他们的丑前过你 如果选到物业 他们必须是业权人 但是刚才说过 他们陪跑的嘛 那就可以利用可加不能减机制 将你真的想买楼 个名加入去 物业就变成有两个业权人 之后就用1比99 不是漂白水啊 是你自己拥有的物业 99% 而陪跑那个 就占1% 上了会之后 在一个适当时间 再找律师 将陪跑这位近亲的1% 买回给你自己 这位陪跑亲戚 就完成历史任务了 听到这里 大家明白操作和玩法了 这位单身朋友 正路就会找到整个族谱 哪些未买楼 或者永远不会买楼 又或者没有能力买楼的 首置近亲 一起加入抽奖行列 大家都可以猜到 为什么用10万元 这么低的门栏 就可以参加大抽奖了 所以我很肯定 想买的朋友 一定会找到所有近亲一起 入票 如果你还在想 哪些单位适合你 不适合你 好不好入票 怎样选法 下次好些 不如想到今次先 快点入票 不要问 只要抽 抽到前走 才再想 你外买这个单位 跟买楼合彩一样 你想今期这么多宝 派多少 进去买楼合彩 再说 上楼是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我绝对不知道你的买入价 对于将来来说 是买得便宜还是贵 我只相信这个地方 是有买贵 没有买错 现在的楼市楼价 绝对不是便宜 但是如果在市场 买其他地方 可能又买贵 又买错 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也都不构成 你买这个项目 任何一期的原因 大家都成年人 你可以参考一下 对听就对听 不对听就当我没说过 整个项目 我会继续跟进 直到第六期 部分文字上的资讯 我会放在我的Facebook专页 欢迎大家follow 我会写在下面的说明文 让大家容易找到 你们对于项目怎么看 有没有其他考虑 欢迎在留言下面说下 让我知道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下条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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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